加拿大首都渥太華、蒙特利爾等地的伊朗、古巴社區民眾 分別在市中心國會廣場及特魯多辦公室前舉行抗議集會 抗議者手持邪有不要共產主義字樣的橫幅和牌匾 呼籲特魯多政府認清共產政權的邪惡 改變當前的綏靖政策 對共產政權和恐怖主義政權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 維護自由、民主與人權 古巴裔市民揭露共產政權下民不聊生的慘況 移民加拿大十年的古巴裔市民表示 哪裡有共產政權 哪裡的人民就會遭受苦難 新唐人加拿大記者站報導 感谢观看